大家好,我是Toby 今天我想做一個平衡運算PLL computer 上次我用MPICH在自己家裡 駁到4部Linux Raspberry Pi 去做這個平衡運算 現在我想向公司的環境 有62部機器去做這個平衡運算 首先我會用Jupyter Lab Jupyter Notebook駁到公司 會行一個program 就是這個program 用來計算Pi 3.14159 第一件事就是這些config connection part的參數 program其實很簡單 這部分其實是用spark 這部分純粹是有些config 最多最少可以行多少load 來到這裡我會行10億次 就是一個billion的次數 Random Gen X和Y 而X2加Y2是一個圓 計算幾多次 來估計Pi 這裡會出到四分之一Pi 因為是一個quarter 答案就會成四分之一 而最重要就是這一部分 是parallelize 在這裡我設定了60 60毫機 最多其實我可以用60毫機 因為我看到Active Load 在Data Lab裡 62部機 那現在試試走 它正在走 其實回到Data Lab裡 你會看到它有62部機 是52加10部 去到Q 其實它在彈很多東西 但你會看到全部都是 system job 什麼hive QE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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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ta Science 我會在這裡進去的 那 看看Data Science 這邊 看看Application 其實呢 只有一個 一個User正在用的 就是我 其他全部都是system job 那我在這裡 我要選分自己 那我進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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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進去Application 裡面 其實呢 看看 resource usage 啦 嘩 我看到我做了很多工作 在這裡分了很多部機 去走 看看一個細節 你會看到 我真的 扔了一個job 之後 它就審了這麼多部機 有一次過跟我走 那 那 在這十個job裡面 其實它已經走光了 它已經走光了 我們去看後面收 走完的了 有數出了就來了 看看走了多久 用了73.84秒 就走完這一次 都回到3.14 1.6 那 做多一個示範 如果我用 譬如用十部機 會怎樣 如果我用十部機 去走去 看看我結果會怎樣 好 其實呢 有九個job 正在走的 九個job正在走的 你會看到 就在這裡 數一下 九個 二、四、六、七、八、九 九個job正在走的 它沒有分到十個給我 還在走的 還在走的 還在走完 看看用了多久 好了 啊 用了十個job去走 十個job去走 它走了 就用了349秒 如果在Logo機走 我先走一億次 不要走十億次 看看怎樣 等它走 因為之前走過 試過是 Out of memory Logo機走完 用了88秒 但是呢 是一億次而已 好 來 有 是 是 有 是 我們 啊 一 就是 三 二 三 三 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